哈囉大家好 我是Hawaii小姐 我是翠翠 我們買的盤子終於寄來了 這是飄洋過海 但有一箱是Amazon一起進來 可能因為剛好有現貨 所以它很大盒 另外還有一箱是第二批種來的 那這個盤子我記得好像只有一個 所以我們就先來開小的這一箱 這個我記得好像是小鳥頭的那一個 對 是小鳥那一個 真的比我想像中還要大一點點 小鳥的盤子我印象中它可能比較有疊大一點 所以你是跟我說大概有12公分 然後我就以為很大 但是其實還好啦 但是我覺得很剛好 然後很可愛 這個藍色的部分我們在照片看 我記得是有點淡 但是本人蠻深色的 然後後面有一個非常可愛一樣小鳥的mark 超可愛喔 這真的很值得 再來是看Amazon這盒 超級大盒 非常的幼稀耶 先開最小 是我們破掉那個姊妹 它表面是稍微有點 就是有那種手指按壓過的痕跡 看起來還是有手座的感覺 後面有一個很可愛的logo 差不多是一個手長大 這個感覺很適合拿來放一些圓形小小的東西在中間 應該會很好看 是我的柚子 這個超級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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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的右面的部分呢 是稍微有點玻璃感的顏色 我覺得很好看耶 然後環境耶 我覺得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可以去買那個 櫻桃款還是蘋果款 應該也蠻好看的 這個好可愛喔 你看 好可愛喔 白色的喔 但是它的顏色有點 很一樣 有點台式複雜 就是很像以前我們家裡保舊的瓷磚的那種顏色 可是在那個網站裡面看的這個紋路啊 比較明顯 鏡頭看也是蠻明顯的 但是肉眼看 就是沒有那個菊花瓣這麼明顯 我覺得真的好像照片比較好看 好 沒關係 大家會看到都是透過鏡頭 所以大家還是會看到它很美好的樣子 它背面是長這樣 很像車縫線 很像車縫線 然後它其實有一點點深 差不多一個袋子接 這麼深 這個是什麼啊 為什麼想不起來啊 喔 這葉子 是小鳥那一家的葉子 它比我想像中的大耶 我以為它比小鳥還要小 結果它蠻大顆的 它跟這個菊花一樣大顆耶 這個7也是蠻深的 然後後面呢一樣是跟小鳥一樣都是小鳥的logo 但是我覺得小鳥好看很多喔 所以大家要買可以買小鳥的 我買的是燕子版 它還有很多別的版本我覺得都很可看 好了 那這一次呢 我們總共買的5個盤子就全部都在這裡了 大家以為 大家一定以為今天開箱就這樣了吧 沒有 我今天 我真的覺得他們真的對我好好喔 我很好感謝他們 因為原本說要開箱盤子 然後 所以就說 那盤子會不會十分鐘就開完了 影片好像才剛開始開始結束了 結果 剪輯師就說 那你要到宿便來 開箱 五間 台中你喜歡的蛋糕店 好開心喔 我沒等一下子之後呢 我就 超級期待要開這些盤子 因為我今天還有半集的時間可以開 蛋糕 會了讓他們每個盤子上面呢 都會了一個漂亮的麵包 所以我買了 但是因為有一個蛋糕店 我本來想去 那今天沒有開門 所以我最後就再同一家蛋糕店買了兩個 那我等一下也會跟大家分享 我買的四間蛋糕店 到底在哪裡就是填和他們蛋糕好不好吃 蛋糕 怎麼辦 笑容停不下來了 直接來跟大家分享第一家蛋糕店 好第一家是這個 外帶盒非常非常的可愛 我親眼看了他摺放卡打洞 然後我有一個期待 這家店叫做 格樓上的鹹派 所以我就在這一家買了一個鹹派跟一個蛋糕 要打開囉 你要出嗎 我男生都沒有辦法理解就是 看到蛋糕跟甜點的喜悅 所以我本人呢 是重度起司愛好者 所以我就買另外起司的 很香 有一個起司的味道非常香 就是他們電影的招牌起司的型態 這個 然後它的表面看起來就是還蠻好吃的 然後還有起司店 它怎麼有出拿餅乾的味道 這個蛋糕其實我有點沒有get到它的美感 因為它是起司 所以我就買 那你就在葉子上吧 這個蛋糕是玫瑰跟起司 好像是醃製玫瑰 然後底下那一層是起司 這個家的外面是這個 它叫做 卡卡 後面是一連串的法維 它所有的蛋糕啊 我把它找 每一個蛋糕的大小 都是一口左右的大小 每一個都超精緻的 你看這個櫻花 它叫做海鹽櫻花什麼什麼的 我忘記了 這個是芝麻口味的馬卡龍 這個是他們的檸檬塔 如果少女的話 很適合這個大小 覺得非常可愛 很適合跟其他的姊妹一起去 那第三間呢 是1% Daiquiri 煸到的時候它剩下的口味不多 不過我剛好有看到我自己很喜歡的類型 就是有茶味類型的點心 可能賣相沒有這麼可愛 但是我對它期待很高 又是我喜歡的起司 然後又有我喜歡的茶的味道 不管 反正我就是很期待它 好了 最後要來開最後一家蛋糕店 這家蛋糕店就是讓我有點踏不進去 我沒有想到它本店這麼大一切 它在入口處呢 天花板上吊著一隻鯨魚的模型 從頭到尾想說 這個是名色嗎 我好怕把它弄壞喔 它是一顆造型的柚子 然後是它蛋糕店裡面 所有的蛋糕造型都非常特殊 它叫做無框架蛋糕 它的主題就叫做柚 我當初進店面的時候 我覺得每個蛋糕都非常特殊 所以我有點不知道怎麼覺得 然後最後呢 我怎麼選 因為它上面寫限量 然後剩兩顆 所以我就決定選它了 那怎麼吃啊 我不曉得耶 可能是要把外面這個糖霜敲過吧 欸很奢華耶 它上面竟然還有金箔耶 有三四片的金箔在它的牆壁上 但是這一家的蛋糕店 我覺得單價比較高一點 平均錢還比其他蛋糕店 大概多一百塊 開始吃了 你怎麼可能 你們要吃嗎 我不要 不懂為什麼 它很軟喔 比起來就那麼軟 沒有聞到玫瑰的味道耶 它聞起來有那個蘇打餅乾的味道 吃進去就有很濃的玫瑰花的味道 但是起司味還好 但是不甜 然後又帶一點點的鹹 所以我覺得 這很完美的平衡 餅乾很好吃 你這樣不吃嗎 餅乾這個地方真的很好吃 以蘇打餅乾來說 雖然不是我愛的重乳酪 還是蠻好吃的 喜歡 到底這個真的是超好可愛喔 然後只是釘雞肉 光聽這個材料就很好吃的耶 意外的帶了一點點的甜耶 全派的口感很綿密 我覺得很好吃 不行嗎 沒有關係吧 今天不是全部都是我的嗎 然後我覺得不論你是甜食愛好的 或是你是比較吃鹹食的人 我覺得應該都會喜歡 再來是這個 超級期待的 很像冰淇淋的感覺 你看裡面 跟我想像中完全不一樣的味道 我一吃下去的第一個感覺是 有點甜啦 吃到後面會 有一個微微的酸味 我在想是不是重乳酪的味道 所以帶了一點點的酸 但是 又充斥著鐵觀音的味道 這一次的這個鐵觀音 重乳酪體驗 有點複雜 再來我要吃這個 少女的酥胸 馬卡龍 我要吃囉 很好吃 芝麻很香 我發現它中間啊 是一個有點黃色的線 好像不是一隻嗎 吃蛋黃 他是吃到目前為止的第一名 再來是這個 好酸 因為我很不會吃酸 它剛剛一下酸到這個 塞棒子這邊 然後就噴了一下 檸檬味非常的酥 很像真的新鮮檸檬的味道 這個感覺愛吃酸的女生會喜歡 最後一個是這個 裡面呢有一朵很漂亮的櫻花 裡面應該是櫻花骨醬 所以如果喜歡有花香 掉性的甜點的女生 應該會蠻適合的 OK 然後我們來試吃最後一個 我決定 先把蓋子拿起來 很難把它耶 我好怕我一把它整個 斷掉 好 我不小心把它地頭拔起來 好暈 好暈 它這個 就是很像我們外面在買 那種寬泛的麥芽糖 你拿起來會不會 我逛進去 它就是照進去的 好我們要來吃裡面這一顆 我非常的期待 上面很爽耶 我以為是硬的 底下是硬的 肉質 肉質醬 但是不會很甜耶 我覺得蠻好吃的耶 上面這個白白的地方是 鮮奶油 上面很明確就是有一味 下面有收出來什麼味道 你要吃吃看 沒有什麼味道 沒有什麼味道 這出來 這個 對對對 就是那個 花生 檸檬嗎 檸檬怎麼好像是這個顏色 就是紅色那個 對啊 檸檬嗎 檸檬 檸檬 我自己覺得最好看的盤子 應該是 柚子的這個盤子 再來就是我上次是買這個姐妹款 然後再來是小牛 這兩個大的呢 都跟我原本想像的不太一樣 所以就覺得好像還好 再來是蛋糕的部分 目前吃起來我覺得最喜歡的是那個 芝麻馬卡龍 真的很好吃 再來我覺得應該是鹹派 再來是玫瑰鐵觀音 最後是這個 好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開箱 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這怎麼吃啊 你咬上面一口 嗯 趕快趕快 黑頭又只 你沒有什麼不一樣